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去玩也是一天胖一斤呢 就是这个原因呢 因为就是你跟你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 我靠的是什么 比方说不吃晚饭 而且每天一个小时跑步机 6公里坡度4 好咋活 爬坡呀 长年的坚持 才能维持到这个程度 你一出去玩 你也没地跑步了 而且那么好的晚餐怎么能放过呢 是吧 这一天一斤 然后就是周而复始 哎你说这玩意 没办法 我也是这样 我 我平常一天也是 我没不像你一天吃一顿吧 我一天吃两顿 但是我这两顿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 素菜 跟水果 马爷 您说您这个研究审美的 咱干脆为什么就你们这个搞文化的操作操作 怎么就不能以胖为美了呢 怎么不能梦回唐朝了呢 梦回唐朝我现在根本不是因为 什么美不美才减肥 而是肥了以后行动不变 你不灵活 不舒服 你坐在那都觉得堆的话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美国 尤其到了美国那个 这个加州啊 满街胖子 那胖子 他比那个我们还是比较 一个一条腿有你腰那么粗 而且那个我有回在美国开车 在美国中部一个小镇停下来吃顿饭 一进那餐厅哎哟就别提多不想减肥了 那餐厅 他全是那叫忽悠胖子 你明白吗 就他走道不是走道 都是忽悠着 然后 而且三十多个人 那一队人没一个瘦的 全这种往这一坐就忽悠一下 战友 都那种胖子 所以 就是没三百斤都不叫胖子 这个是 事所公认 这是真没辙 你说这个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说了呀 现在肥胖 已经取代烟草 成为这个全球健康第一大威胁 就你不是好看难看 你就是这个事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 挺有意思就是 过去咱们老说这个美国 美国就是说啊就说这个 肥胖 是贫困的标志 因为呢 就对 只有劳动人民天天吃个汉堡包 那那些个富人他们有他们的海滩 有他们的休闲 有他们的健身房 而且他得维持他的橄榄色的什么什么 所以划分阶层的标志吧 但是 30 就说改革开放30年来 你看中国人民追上国际的步伐 追的多么快 我那天看他们讲 现在咱们国家是有4600万 胖人 叫肥胖 然后3亿多 超重 然后就说索夫瑞调查 发现 肥胖 大多数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 这说明啊 过去连中国人说的那个脑满肠肥 这个多胖多福 连那个也改了 就说现在中国跟上国际了 那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说起土豪啊 比如电视剧要演一个土豪出来 那个标准形象还是一个挺这个大肚子 那说明他们还没脱贫 没脱贫 不过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你刚才讲那个问题 就为什么文化人不好好努力一下 为这个肥胖 你举个例子 丰满啊 你拿他的身材到今天来看 这不能叫标准身材 不能叫美女的标准身材 但是再下来呢是越来越瘦了 就大家心目中的美女 为什么呢 就有一个讲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伦理有一个特点 资本主义里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的或者市场经济 跟传统社会不一样在哪 就是他要求所有人自我管理 所以有时候在美国或者在欧洲 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有很严重的问题叫肥胖歧视 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数据 就是你大公司招人 招进来的人如果是胖的话 他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不堪重用 就比如同样你要我要招一个位置 就比如说来10个人 首先那6个胖的都被刷下去 比如说原来这种招聘的歧视 有性别歧视 有种族歧视 现在还有肥胖歧视 为什么呢 他们的背后的理由就是认为肥胖的人 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不负责的人 不对自己负责 也不能对公司负责 不能对工作负责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瘦就变成了一种 很多人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的体现 这个你同意不同意 现在还有这么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偏见 穷人 就往往自制力 就不如那些个精英 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 穷人 最先放弃的就是形象 你说这个里边他 你笑什么 是说起谁来了 没有 就是你看 他实际上 我就发现过去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不是说穷人的自控力 自制力就比你这个富人这个低 而是说呢 他每天忙于这个谋生 没错 每天他 而且你知道就说这个意志力 有一个补偿法则 你不要以为意志力是多么高端的情操 他们就讲意志力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 都是有极限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这个你像比如送外卖的 他是强撑着这个意志力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了这么一天 您说回家再来两小时跑步机 他就想躺着 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 就想喝瓶啤酒 喝瓶可乐看电视就算 没错 我听见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 我特别能体会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 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他的那种 他说 比如他开车送我到12点 送我到家了 我说回去早点睡 他说睡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每天晚上得这么一瓶啤酒 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 冰箱里我拿瓶啤酒看着电视 不管放的是多糟的那个综艺节目 他就消解了 我躺在沙发上 他说这是我一天 这唯一的一个享受 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 你说现在这个女性 中国女性 她不是有最大的这个身体体型 这有这个焦虑吗 有啊有这个 女人多 女人比男人多 当然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处在这种这个公众形象 所造成的理想身体和你实际身体的差距当中 非常痛哭 大学就我有大 我还是说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同宿舍有一个这个女生 然后他就很瘦嘛 他穿25码的这个牛仔裤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 每天就所谓的要买比自己瘦的衣服来激励自己 我不知道从哪看了一个这个这个减肥的骗书 比如说要一定要买小一码的这个衣服 然后我就永远穿不进去穿不进去就哭嘛 然后就每天 然后现在就恨自己 对 然后每次他就这个 就是自虐啊 他就这个抢过来穿 他说你看我穿比你好看的 然后我就陷入新一轮的痛苦 没有那我也说那确实这个这个好看 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 尤其是在一个宿舍当中 你这个peer pressure就到了一个顶点 就每天都非常痛苦 这还不是这个这个网上看的网红的完美身材 给你带来的焦虑 就是你旁边同宿舍的 他就比你瘦一点 对 你我真的是挺佩服这个女的的 因为我的印象是女性比较馋 就爱吃对吧 爱爱美食 但是呢 有一样就是我周围的女性 我真的发现 怎么 他就不像我们这么胖胖瘦瘦的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女主持人 你看吴小丽也好 哥辉也好 对吧 就是小男也好 生了孩子 按说这女人生孩子会胖吧 生了孩子没过俩月 完全跟以前一样 我就觉得这是怎么 他是得有多大的毅力 他他克服这些东西 他主要有一个问题 他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性的体态跟男性的体态 女性更不能容忍去肥胖 男性还可以 男性我刚才在想 那个西装那东西他害人 西装你胖点吧 他不显还显得很精神的 你看很多那男的一大肚子 穿西装能穿 但穿中装穿不了 中装特别怕人胖 一胖那肚子就跟球似的 但是女的就没有救济 就没有像服装这种救济 所以女的一旦胖 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就说明就是 其实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对 就西装是能修饰身心 对对对对 但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女人就不能穿西装 女人必须穿裙 恰恰你看到是社会 对男女的形态的要求不同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以前那些凤凰的 那些老同事 我们这些同行 那些女主持 生完孩子一个月回来 比生孩子钱还瘦 瘦得多 那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就恰恰可以看到 是多不公平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要求 那种要求都在他们身上 你放心这种公平 你给许个回 他也不要 对我知道 但是就是恰恰是 我们社会上 对女人的身材的要求 远远高于 对男人身材的要求 那问到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 就是说这个里边事关其事 对吧 那么假如说咱们男的总会看到一个女的 觉得她漂亮 受吸引 这个是本能吧 那么好 一个女的苗条的时候和一个女的生完孩子很胖的时候 会影响你作为一个男人 他们对你的吸引力 当然会 但是问题是 我怎么去判断谁更有吸引力 这个框架 这个想法却可以是在文化中改变的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18世纪的那些欧洲游画里面那些号称美女 你别说18世纪一直到6世纪西班牙哥雅画的那些什么脱衣的马哈 穿衣的马哈 你看那个女的胖的 就一个一堆肉躺在床上 然后在当年的认为绝世美女 你今天看你会觉得有吸引力吗 你不会 但是可见就是这是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的 那也比马杆有吸引力 这还别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古风啊 胖的历史比受以受为美的历史长 长多了 但是现在这个古风呢主要是保留在脑鲁 我今天也看一个数字 说也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讲了 全世界啊 最胖的七个国家 全部都是太平洋岛国 对 其中是胖之最是脑鲁 97%的男子和93%的女子都是大胖子 是 一胖脑鲁以胖为美 这个还不 这种以胖为美其实是 他们很悲惨的 我觉得那些南太平洋的岛国的人 他们有很多肥胖的并发症 他们以胖为美是继承了 不能说继承 是延续了我们社会 所有社会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审美观 只不过很悲惨的是 他们的吃喝又遇上了新时代 因为你知道胖 我们常常说就是 马云刚刚说你吃东西容易胖 40多岁 或者说你说你天生有胖的基因 你知道这种基因是什么基因吗 这种基因是本来让你活命的基因 那所以你刚刚说 脑鲁那些国家就是这样 比如说南太平洋的地区有个特点 就那些人都爱吃午餐肉 受美国影响 你看夏威夷就知道 吃大量那种高脂肪吃都受美国影响 高脂肪 高淀粉 高盐分 对吧 全吃那些玩意儿 他们吃的 他们过去的祖先那日子多难了 你想看南太平洋岛国出去打鱼什么的 然后一下子就太难了吃啊吃这些 那能不胖成这样吗 所以我在想很多你说中国的50后啊60后 他们这个很胖 就是看到而且就会中年发胖 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就像我是看原来这个墨洋 也是墨洋老师写他想当作家 就是因为他们同乡一个当作家的 三餐都能吃饺子 他觉得哎呀当作家就有饺子吃 所以他现在也吃着白白胖胖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 胖胖 拿了奖之后吃的更白白胖胖 是吧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个饥饿的 我觉得是你看中国人坦白讲 中国人跟饥饿搏斗的历史可长了 中国人有饥饿基因 不是中国人全世界 就人类能够在食物上不去计较 美国人是两代人 我们就是一代人 我们父辈那一代 那都得熬啊 就是放开吃 哎没有过 你你知道就是我有个体会就是呃 我在香港因为就就就做家务顾不过来 就有一个请了一个飞用 那这个飞用呢 每天这个做不做饭呢 做什么他都得问我 这先生想吃什么啊 后来呢就做了一个月 他就那个很纳闷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先生我觉得呢 我在你们家很清闲 就是你不吃东西 对我老婆以前在人家家里头天天做鲍鱼 对我就说我那不吃或者就给我炒盘青菜晚餐就给我炒盘青菜后来呢 不好意思了说对后来他觉得很想做饭 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很难理解就说你看我们从这个菲律宾跑到香港来辛辛苦苦去做这个这个费用对吧 挣点钱我们就是希望不是就想自己吃吃顿好的想吃点好的 您呢还是花钱雇我的怎么您整天吃的连我们都不如呢 不是那还有一个问题不吃呢 说那你每天那么辛苦工作你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没听过他还有一个潜台词呢 你吃的不好影响他吃 主人吃的越好用的你要炒盘青菜人家想吃肉了 人家炒盘青菜人家想吃肉了 对不对你啥也不做人家天天想来香港吃肉了 你一个大家族天天百业你剩的都是好东西吗 你吃不光嘛 吃青菜他只能吃汤了 两天不吃饭第三天找一素菜 那个他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炖条鱼吧 这应该是老公署告你虐待是吧 没错人非用感觉进了兔子窝了是吧 整天吃草啊 但是我就是说啊 这个你看你看这就说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就是说有些时候 容易像文道说的有这个肥胖到阶层的这个歧视 就是说其实他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的 你就比如说所谓富贵人 或者所谓有条件的人 那的确他的那种自制力啊 其实是表现在啊 他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或者有权利 来管理自己的时间 他们都说了您得当老板的 您说什么时候开会是您什么时候开会 我们这个打工的 我躺在床上我都怕你给我发一微信 邦当我就去我的什么计划对吧 而且你看为什么我就说说连意志力 可能都有跟这个有关系 我到这个巴黎岛巴黎岛就去旅游 碰见那个讲华语的那个那个导游 他就给我讲一个你也是没想到的 他说我们导游不能跟导游结婚 导游跟导游结婚的都离婚 在巴黎岛至少这样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一般都在旅游忘记离婚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他说我们白天 你这游客这个不满意 那个不满意 照照我们没鼻子没眼就骂 我们都得笑点笑 夫妻俩都是这样带了一天团 你知道晚上回家 就是说意志力也是个生理资源 有极限的 你白天透支了太多的自控力 晚上一回家呀 他说没来由的两口子往往就是谁先来 快就开始了 就是hold不住的就要吵架打架 完全忍不住 发泄就专专发泄 所以往往一到旅游忘记 我们这个导游夫妻俩就离婚 你你就可以想到你用到这个减肥 他你有这个心思去自控 去去分配时间 还有一点也很惨 就做服务业的人啊 今天的这种管理啊 已经达到了深入骨髓的模式 叫情绪管理 你今天我们常常看很多人教人情绪管理 但你仔细想想情绪管理是怎么回事 情绪管理这个东西通常用来教导的 就是做服务业的人 他教导一个酒店的员工 一个餐厅里面的一个服务生 你看到客人你要笑你要礼貌 然后他还要教你 你不能够只是光是口说欢迎光临 你心里要真觉得太欢迎您光临 让你整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感受 让对方知道 然后如果对方什么不高兴折磨你 或者说骂你 然后你要忍气吞声 为什么 因为你这时候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 你想想看现在这种管理要求 他不是管理一般的员工工人 他在管理那里的灵魂 他在要求把一个人彻底从灵魂深处来改造 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市场经济很残酷的一点 就是他在让每一个人连自己情绪 本来我觉得是我们不用带来上班的东西 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我里面的七情六欲是我很个人的 这个老板怎么样跟我这个无关 但现在我连这个都要交出去 你知道吗 要被你管理 你甚至就是就是你看那个很多公司 尤其是很多互联网企业 那个我到他们那参观 那个柱子上都贴着 你有没有像狼一样 我说这是动物园吗 狼性文化 对吧 狼性文化 什么狼性团队 甚至就是在大门口公司大门口 都要那个咆哮的 今天我们要怎么样 哗就出去了 传销经这样 对 文道说了一个这个 这个很深的一个人类行为 这个行为呢 就是说限制自己嘛 这个行为最可怕的 你知道在什么人身上最重吗 拿高工资的人身上最重 因为拿高工资的人呢 他会为这份高工资委屈求全 我碰了过很多拿高工资的人 所谓拿高工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觉得他这个人的就值一万块钱 但是他找了一份拿两万块钱的工作 这时候他所有的委屈能吞 如果他值一万块钱 他要拿了八千块钱 你敢刺他 你客人敢一点不好 他当场就炸了 但是呢 他突然拿一两万 有一万块钱拿着他 就是他拿了高工资 这时候他就特别容易委屈自己 因为他不委屈不行啊 所以就这种高收入呢 抑制了很多白脸 我见过很多白脸苦闷啊 所以我觉得有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白脸 这也跟减肥相关 他即使拿着这个高工资 他都不能活得很有尊严 甚至都不能吃得很有尊严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上班组啊 我们不说这个中低层收入的城市的人 他们即使是在写字楼里面 你看他们怎么解决自己的午餐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屈辱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大的写字楼 写字楼集中的地方 其实吃东西的地方就那么极佳 然后呢也不可能是太贵的 所以大部分人 他都是在这个711排队 那最后你到晚了 反正排到你什么都是不好吃的 然后这个重油的 那也没办法就只能吃 那下午还这个有点零食 在办公室吃 所以他不可能不胖 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什么所谓的这个 这个不是有钱人 就是不是有钱人就减不了肥 我觉得还是客观条件限制 他没有办法吃得很有尊严 即使约收入两万 他都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一个小小的午餐 能够吃得好的问题 但我觉得方舟 他们还算比较好了 幸运 已经算幸运的了 也不算比较好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谁都有谁的一本难念的经 真的 你就是不说劳动人民辛苦 我跟你说所谓这些白领 甚至这些高层 你知道他有一种什么啊 其实就说这个收入越高 交际的圈子越高 或者说自己感觉自己越有身份 某种程度上讲呢 对自己要求也就多 你知道有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总 咱们知道有那个过劳死的 死在跑步机上的 你就理解那种心理吗 我就想起有一次宋丹丹就说 他说我们演员怎么能胖呢 你爸胖 你都没有职业道德的 对吧 你一定要维持一起 他说我就跟我家人说啊 你晚上12点回家怎么了 晚上12点回家 你也能走跑步机 为什么不锻炼 但是我就由此想到 恰恰 你知道有的这个 比如说公司里的这个老总 压力很大 但是他的社交圈呢 又是咱们所谓的 都是人五人六的 西装革履的 体型苗条 橄榄色的 你知道这个人呢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全方位的 就是说我工作要做好 但是呢 我出去在我们这个经理的 这个社交层 显得有衔接层 有款 有型 所以你像他是这么打造自己的 就是他可能半夜12点回来 该锻炼锻炼一定不能胖 开这个太阳灯 对甚至就 我身身晒的皮肤 但是你想这么多的压力 他压在自己身上了 他可能就过劳死了 你想到没有